这新戏曲真的不是寒的 他就是艺术家 大家都看到了这出戏很难演 就这么一个人 叙述性的带着情绪的 不是艺术家怎么能够把持住整个情绪 整一个把我们的眼球吸得牢牢的 气都没有喘过 看这段戏 唱作念全是 这样的艺术家不保护 不给予基本生存 给谁 你们口口声声 梅花奖文化奖 几百万几千万 花那么多钱拍一台戏 得了奖以后 放在仓库里面 老百姓也看不到 戏呢 钱呢 到哪里去了 你们的钱都涌到哪里去了 乐剧是我走上社会的时候 第一个工作 而且为他付出了最多 青春圈最好的年华 都在乐剧舞台上了 所以人往往是这样 你为他付出最多 你为他付出很多 你就忘不了他 更何况我确实感觉到 咱们的这个戏曲艺术史 真的是非常美妙的 所以这个传播他 为他说话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责无旁贷 但是按你说 我也不是什么能说话算数的 也不在这个行业了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 我也有时候仗着自己 是这个戏曲员出生了解一点 也仗着自己年纪大 也仗着自己看到了一些问题的这种气盛吧 就敢说 我没有什么机会 我说无畏 我也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 而且我说说的事实 你也拿不了我怎么样 我是这么想的 奈何不了我 奈何不了我 最关键的是我是正直的 我是正能量的 你怎么要求我呢 说我应该再矜持一点吗 这个是激情嘛 这是热忱 这是一种情怀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 悠悠慢慢的讲 钱呢 现在也可以 但是 但这个不是何才飞了吗 对 何才飞就是敢爱敢恨 对 我就是 我就是这种人 你只要我稍微含蓄点 就不是我 对 那好赖 反正我就是这个人 你别去摘我的这个情绪 摘我的话 对不对 大家同不同意 那我觉得更感谢的是 观众同志们 非常的同意 他们支持 那我觉得对整一个 我说的这个话 我觉得意义就产生了 我说的意思是 我为了 我说的 这种人 她是 这种人 是